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 感见不醒 主在我们命令的道路里 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前进的力量继续往前 在这时刻 求圣灵运行 爱充满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 让我们更想你 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 在这时刻 求圣灵运行 来充满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 让我们更想你 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 噢 主圣灵 噢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让我们的力量 能在你光中 再一次醒醒 噢 主圣灵 噢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来充满我们的心 来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 明白你所有 指引 在这时刻 求圣灵运行 在这时刻 求圣灵运行 来充满我们的心 在这时刻 求圣灵运行 在这时刻 求圣灵运行 把自己完全献给祢 在这时刻就圣灵运行 来充满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 让我们更像祢 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祢 主圣灵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将我们的灵能 在祢光中再一次醒醒 主圣灵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来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祢所有指令 主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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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在这里 将我们的灵能 在祢光中再一次醒醒 主圣灵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来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祢所有指令 主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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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充满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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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我们的灵能 在祢光中再一次醒醒 主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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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充满在这里 来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祢所有指令 主圣灵 主圣灵 来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祢所有指令 喔圣灵 主圣灵 求充满我的心 让我们明白祢的旨意 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圣灵啊 我们尊崇祢 祢是我们的神 祢引领我们前面每一步路 主让祢的儿女 在奔跑这条命定的道路当中 我们知道神祢 圣灵实实地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 给我们的力量 好叫我们能快跑跟随祢 谢谢圣灵 我们尊荣祢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 你的同在是何等的美好 主会今天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不论是多么的遥远 主啊 不论今天的心情是如何 但借着今天的祷告 敬拜信息 对他们来说话 圣灵我们欢迎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我们一起来看 以弗所书第一章15节到17节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工作祷告 业绩祷告 生小孩祷告 找工作祷告 找房子祷告 反正弟兄姊妹的需要 我都是经常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 可是有一天当我读以弗所书的时候 我看到保罗 他怎样为教会祷告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蛮羞愧的 因为我从来或者说很少 真的是为弟兄姊妹命定在祷告 我老是祷告房子 车子 妻子 儿子 就是为这些祷告 占了我三分之二祷告的时间 有时候觉得自己真的蛮羞愧的 有一天我就觉得这样祷告的时候 神就提醒我 纵使弟兄姊妹拥有这所有的一切 但是如果他不明白 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命定跟旨意 纵然他们得到这一切 那又如何呢 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一只小鸡一样 在地上着屎 低着头 看我们的需要 看我们的问题 每一天就为那一点点的小确幸 就觉得很喜乐有这些的小确幸 但是我们忘记了 神的儿女拥有整个梦想的天空 我们老专注在我们个人的需要 和困难的上面 我觉得这是基督徒很大的损失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问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是什么 神在我们生命中 要赐给我们预定的属灵的产业 到底是什么 我们只是忙着活在那个小确幸的里头 因此 所以我今年就跟神祷告 我说主啊 在我为弟兄姊妹的需要带导以前 我要先为教会中间 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 他们能够明白 他们在基督里 神给他们的呼召跟命定 并且让他们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 他们真的可以开始去拥有 他们生命中那一份丰盛的神 赐给他们预定的产业 当我这样祷告 我就开始看保罗的祷告 我发现 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命定 当然第一个要为自己的命定 负起责论 我们有当境的责论 我发现第二个 跟圣灵有秘缺的关系 在圣灵里头祷告 才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 保罗提到关于圣灵的工作 他说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这非常的重要 圣灵是我们得救赎的凭据 你知道我们要很清楚我们得救的确据 如果一个人不清楚自己得救的确据 他就会常常的回头看 我是讨神喜悦的吗 我是被神所拣选的吗 甚至于更严重的是 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 如果一个人不确定自己得救的确据 没有那个圣灵蒙救赎的凭据 那个印记在自己心里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忘记过去 他遇到一点点的挫折 遇到一点点的困难 他就怀疑起神来 因此我们祷告 那个蒙救赎的印记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要祷告 而且圣灵也是让我们有得基业的凭据 就是圣灵让我们很确定 这个平据里面有押金有定金的意思 也就是虽然你还没有得到那个 那个丰盛的产业 但是你已经有一个确据在你的里头说 神已经把一个圣灵的平据跟你说 终其一生的里面 你一定你会得着神所应许那丰盛的产业 这对我们的命定 回应神非常重要 你看见摩西 摩西在旷野的里面 在火焰中 他得着了神给他一生的命定 他带着神的梦想 带着圣灵的确据 他去见法老王 他要把神的百姓从埃及救赎出来 哇 那是多少的困难 他是谁 法老千军万马 这是一个垂垂老矣的摩西 他怎么那么肯定 他怎么那么有把握 他一定可以把这群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呢 他经过旷野 他经过红海 他经过 经过 百姓的悲逆跟抱怨 甚至他经过克拉党的背叛 但是你看见摩西 从他第一天回应神的使命开始 你可以说他有很多的困难 你可以说他有很多的挫折 你可以说甚至他有很多地方 甚至是失败 但是 你发现摩西他从来没有一刻 他曾经怀疑过 神不能把以色列百姓带到流奶与蜜之地 摩西从来没有怀疑过 他有伤心的时刻 他有很痛苦的时刻 他有很孤独的时刻 但摩西从来没有一刻 他怀疑过 神不能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他很肯定 因为他得到那个决局 其实你看保罗是一样的 保罗也一样 保罗自从拉玛瑟领受了神的异象之后 他被关 他被打 他被拒绝 他被毒蛇咬 他遇见风浪 基本上他存传要死了 他被关在监狱里 但是你读保罗的书信 你很惊讶一件事情是 保罗他从来没有一刻 他怀疑过 神在他生命中的命定不能成就 即便他要死了 要殉道了 他仍然大有信心的说 当跑的路他已经跑进了 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 保罗从来没有怀疑过 因为他得到圣灵的确局 所以弟兄姊妹们 你一定要得到那个凭据 你一定要得到那个确局 在你的呼召的里面 虽然有很多的困难 但你知道一件事情 神不会撇下你的 神会与你同在的 再怎么样都不会怀疑的 因为他在祷告的里面 他已经得到那个确局 而且你看到 保罗说智慧跟启示的灵 保罗为什么特别强调 是智慧跟启示的灵呢 因为保罗要强调一件事情 我们靠着这世界上的智慧 世界上的知识 我们不可能去明白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跟计划 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 他这样说 他说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在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在世上有权有位 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我觉得保罗对世上的智慧的形容 真的是非常的精确 他说世上的智慧 是有权有位的智慧 也就是说 什么是世界上的智慧 当你拥有权力的时候 你说的话就叫做智慧 当你有那个位置 你很成功的时候 你说的话就叫做智慧 所以现在欧巴马说的话叫做智慧 所以现在马云说的话也叫做智慧 所以现在祖克博 这个Facebook的创办人 他说的话也是智慧 你看到那些有名的人 随便说句话 在FB上大家都在转载 因为他很成功 他说的话就叫做智慧 但是呢 保罗还有另外一个观察 他说 虽然是有权有位 但是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他今天有权有位 但是不代表永远都是这样 你知道人都会死 人死了以后 他说的话就没有影响力了 欧巴马马上要下来 那么再过十年 欧巴马今天说的话 恐怕也不是智慧了 那么有权有位 可是很快就要过去 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否定这世界上的智慧 谢谢主在这世界上 赐下这么多有智慧的人 他们改善了环境 发明了很多的东西 让人们的生活更有趣 更方便 甚至让我们活得更好 甚至也创造了一些的财富 跟就业的机会 我们不否定这世界上的智慧 但是 这世界上的智慧有一个限制 就是你没有办法 从世界上的智慧里面 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启示 你没有办法 从这世界上的智慧里头 去明白神在你生命中 一生的命定跟呼召 所以保罗说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要有智慧跟启示的灵 充满我们 弟兄姊妹们 这世界里 你找不到你的命定 这世界的五光十色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吸引人里面 在那里找不到你生命中的梦想跟产业 纵然它有一些的价值 但它不能告诉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但它不能告诉你你活着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祷告 所以我们要求智慧跟启示的灵充满我们 好像保罗一样 保罗遇见了主在大马社的路上 保罗说主啊你是谁 神对他说起来 你有当做的事我要告诉你 你所当做的事 这是神的智慧跟神的启示要告诉你的 是在基督耶稣里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需要祷告 很多的时候我说过 过去好多年 我为弟兄姊妹带祷的时候 就是为车子为妻子为房子为儿子 为业绩为这些祷告 这些弟兄姊妹我继续为他们祷告 因为我爱他们 我希望他们丰丰富富的一无所决 我仍然继续的为他们祷告 但是我今年我做出一个新的决定 我在为他们这些祷告之前 我觉得我要效法保罗 我巴不得在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你能够明白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 我巴不得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要活出一个成功的人生 你绝对不仅仅只是满足需要而已 你生命中还有个更重要的一件事 你一定要弄清楚 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跟产业是什么 如果我们不祷告不寻求 我们就是像小鸡一样 每天活在小缺心里面 有了这些有了那些 我们就感谢神感谢神 固然这些小缺心值得我们感谢神 我们要感谢神 但你应当求问另外一件事情 你要祷告 求圣灵给你一个确局 求圣灵给你一个凭据 求圣灵把智慧跟启示给你 明白神的命定 得造神的残业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祷告的是 求神更新我们的祷告生活 让我们更在意的 更渴慕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 我们同生的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祝主啊 圣的孩子们 就无法在属世的智慧言语当中 去寻找神里的真智慧 祝我们回友 回到神话语的里面 祝我们才能够真正看见神智慧的言语 活出神 向我们活出来的智慧的生命 命定了到我们的生命 主啊 祢帮助你的儿女们 主啊 祝我们更能看见神的心意 主啊 活出祢的心意 明白祢的旨意 主啊 我为祢的儿女们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祢 祢帮助祢的儿女们 祢帮助祢的生命中 更像我们小孩 主啊 谢谢祢 谢谢祢 谢谢祢再次用祢的话语 告诉歧视祢的儿女们 我们没有办法在人的智慧言语当中 寻找神里的真智慧 主啊 我们真的智慧不足 但是神祢向祢的儿女是怜悯的 你说我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 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 也不赐责人的神 主啊 祢就必赐给我们 主 我们求告祢 把这个真智慧给我们 透过祢神的话语 主啊 让祢的儿女们知道 祢智慧的言语 引领我们前面命定的道路 主啊 也让我们改变我们 祷告的生活 主不再只是为我们生活 一切所需用的这些物质来祷告 更是为我们前面属灵的道路 我们命定的道路 献上我们更多的祷告 谢谢主 天父我们仰望祢 愿我们的祷告如香陈列在祢的面前 能够讨祢的喜悦 主 求祢帮助我们 不再只是为了日常所需祷告 主 因为祢说 在我们为祈求已先 这些祢都知道了 主 我求祢帮助我们 更新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可慕明白祢的旨意 主 帮助我们就是像祢一样 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祢的名为圣 主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主 使得愿祢的旨意行在我们生命当中 如同行在天上 让我们能够活出祢的命定 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第二件事情 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不知道祢信主多久 是不是每一天都更深的认识耶稣 我要祷告 让我们自己更渴望认识耶稣 能够真知道祂 我们同生的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主 愿祢的圣灵 启示的灵 天天引领祢的儿女们 主 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祢 祢的灵 祢的灵就是真理的灵 要引领祢的儿女们 主啊 能够明白祢的思思 用祢的思思 主啊 祝我们可以真实到上帝祢的心意 主啊 我们感谢祢 主啊 教导祢的儿女们 可慕再可慕 可慕祢的同在 可慕祢的话语的讲话 可慕祢圣灵的同在 谢谢耶稣祢的物理 主啊 我们愿意继续用祢的恩赐 怜悯祢的孩子每一步路 圣灵我们感谢祢 祢是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 主 求祢今天早晨赐下智慧和启示在我们的当中 耶稣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祢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 耶稣我们也求祢引导我们 主啊 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以及方向 主 帮助我们当我们每当选择的时候 主啊 我们遇见人生的岔路的时候 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正路当中 耶稣让我们走在主啊 祢的旨意当中 耶稣我们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拣选生命 拣选那上好的福分 主我们向祢献上感恩 天父我们感谢祢 我们要赞美祢 祢是奇妙创造的主 主祢是创造世界天地万物的主 主我们感谢祢 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祢 因为唯有祢的话语是智慧 唯有祢的话语是我们的道路 是我们的生命 主 求主将那智慧的灵赐给我们 让我们明白祢的旨意 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祢 我们一切荣耀归给祢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第三件事情 我们要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 他们比我们更需要智慧跟启示的灵 充满他们 带领教会走向复兴和恢复之路 同声的开口来祷告 让牧者能够有一个智慧 带领的儿女们往前 主啊 为着众牧者来到祢面前祷告 主啊 主 愿祢将一个更多可慕祢的心 主啊 更多热情祷告的灵 放在他们的里面 主啊 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可慕 与祢亲近 主啊 与祢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因为甚至所有一切属天的智慧 启示都是从神发出的 主啊 为着这些传道人 这些牧师来祷告 主啊 愿祢除去他们里面的软弱 主 以祢的恩典来复辟他们 主啊 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主啊 愿祢使他们得满足 主啊 帮助他们 让他们不是依靠他们自己 有限的能力 有限的眼光来慕会 主啊 乃是在祢的里面 知取那个丰盛 主啊 主啊 是祢的能力复辟他们 主啊 帮助 帮助所有的传道人 主啊 主 让他们得着那个确据 就像保罗一样 主啊 得着那样的确据 不论这个教会是处丰富 还是处缺乏 他都有了那个秘诀 主啊 他也知道 主啊 那个确据在神的里面 于是他就不怀疑 因为深知这一切的命定 都是出于神 就专心的来寻求神 主啊 愿祢将这样子的满足 将这样的丰盛放在每一个传道人的里面 阿们 谢谢主 主是的 天地都要飞去 唯有祢的话永远长存 主 祢是掌管一切的神 主 祢是我们一切领袖的神 阿们 主 祢是智慧和启示的神 主 愿祢将这一切丰丰富富赏 赏给我们一切跟随祢的人 主 并使我们的生命更加壮大 能够可以领导羊群 主 帮助一切的领袖真实在建立教会之时 心里不要匮乏 心里不要软弱 乃单单定精于你 得着你在基督耶稣里要给我们的赏赐 一切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天父我们在美你 求祢把那个祷告的渴慕给我们 主 我们一定要明白 以那智慧跟启示的灵充满我们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跟旨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主 征签 咱俩 碎 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